欢迎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蓝,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我来谈一谈这个中国现在周边的这个安全形势 以及主要的这个情况 那么现在呢,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周边的安全形势呢,比较混乱 美国是疯狂的在我们周边是这个点火 尤其呢,也在我们这个边界的一些地方的点火 但是呢,在我看来这个收效还是比较甚微的 因为从特朗普的第三年开始到现在 美国是加大力度和中国在进行脱钩 加大力度在用这个全体系,全社会,全领域,全盟友的方式方法 在打压我们,打击我们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说中国不但没有被他打压住 而且呢,经济增长高速运作 上半年GDP达到12.7%的增长率 这是很恐怖的 这个数字出来其实也不奇怪 全球,说实话,钱就那么多 别的地方复工复产不行 自然而然,这些订单,这些生意要回到中国来 回到中国来,那么你挣少了,我们就挣多了 那么同样的,美国要在高科技领域打击中国 限制中国这个那个 但是我们这个柱龙号上火星 这个嫦娥几号那个进入到月球背面 国际空间站又建立起来 丝毫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而且现在有一个消息 又是非常的振奋的 就是过去啊,我们都称为大国 但现在我们称为了一个强国 比如说过去我们说 中国是钢铁大国 但不是钢铁强国 但现在我们不能这样说 现在中国已经是钢铁强国了 就好像过去别人说 这个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在世界 但这个也是错误说法 现在已经是敦煌学就是在中国 所以说在这方面 我们很多的领域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这个强国 世界性强国 芯片在我看来 不久的将来也将会攻破 这个美国刚刚把这个小 把这个华为啊 给手机给灭掉 但是你看小米手机又超越苹果 销量超越苹果成为全球第二 也就说明全球的啊 这个 消费者是离不开中国产品的 所以说美国你说看到这一种情况 他能不懊恼吗 对吧 这个拜登又又又在用这个麦克彭斯的这一套啊 经济上要脱钩啊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的 对不对 说了一大堆屁话啊 无非在他们的这个武器库跟这个思维库当中 还是要把我们变成啊 美苏冷战的2.0版本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两天美国啊 要求是跟中国建立建建建立这个紧急联络机制 从特朗普第三任期第三年开始就是一直都在寻求建立紧急联络啊 紧急联络机制就是要什么 要苏联化咱们啊 我看这个有个反华这个媒体啊 稍微有点水平的吧 叫大宇啊 大宇拍案惊奇 他们明明叫大宇 他就说我是大宇啊 大宇 他昨天我看到也在提他说 中美要建紧急乐线啊 说中国已经进入苏联崩塌式的前夜啊 呃 这个其实就说明这种人啊 他其实就是对国际政治他根本就不懂啊 那你以前的美苏 那是经济上是没是不挂钩的 什么叫铁木啊 就是他的苏联的经济啊 影响力不像今天中国那么强大 今天中国最大的影响力是对你美国的影响力啊 这跟当年苏联恰恰相反 苏联到当年又没有什么产品出发到到美国去 对不对啊 所以说 美国要建立沟通机制 那么我今天看得到了这个消息啊 也看到了新闻 北京是拒绝掉 也不理会美国要建立这种沟通机制 呃 也就是说中美对抗风险越来越高 但中方绝对是保持自己的节奏跟步调啊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我不跟你保持联络啊 以前啊 在毛泽东时期 中国也是没有跟美国保持任何联络的 最后把美国给吓成那个样子 是不是啊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局面来看啊 是在我们这边 习近平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话是正确的 同样的东升西降也是在发生当中的啊 所以说看似作为中国作为这个啊 兵推凶险的啊 但其实实则呢啊 在我看来也是美国的虚晃一枪啊 呃 到军机到台湾去啊 当然愤怒啊 这个郁闷 这个是情绪是很正常啊 我昨天也看到我的第一个视频啊 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下面哇 快要一千条留言了 是吧 有很多我看是在啊 说老兵的 或者是呃 说说好像是辱骂我的 我就觉得无所谓 这种情绪很正常 情绪要有要一个宣泄的窗口 这也是我们作为app主 应该去承受的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啊 后面出了一一集 告诉各位啊 现在的真实情况 形势 那美国呢 那自己那国内 那弥烂成什么样子了 当然他的军事力量是 占据上风的 但是他也 他的优势正在减弱啊 优势正在减弱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他现在就是要部署F35啊 大概要达到饱和的三百多架 三四百架在我们中国周围 但是在我看来 这也是做无用功 F35本身问题多多啊 你现在的维修成本是非常高的 美国已经放弃掉这个计划了 也就是这些飞机将来面临的维护成本是越来越高 而且中国的歼20在这里坐镇啊 F35没有什么任何的优势啊 我们的目标 歼20也要达到三百 至少要达到三百架啊 基本上在数量上大家是饱和的啊 那么现在呢 就是我们来 我告诉各位了 现在我们这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局面啊 台湾问题 我说过 是要趁早去解决 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准备好啊 我们还是继续去准备啊 一些这种找心理平衡的一些牛逼新闻 我们没有必要去去去去吹那些东西 我觉得那个没有必要啊 那么现在呢 呃北京大家要记住 北京是绝对要要武统啊 绝对要武统 但不会说因为这种事情啊 来打乱我们自己的布局啊 因为红线早就已经破了 正是因为破了红线 我们才在准备武统台湾 这一点你明白 你就不会啊 再生气了 你会坐如中啊 站如松啊 行如风 哈哈哈哈 那么现在中国呢 周边是这样的啊 我们可以先看到啊 美国今天宣布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进行撤军啊 但是在伊拉克的撤军 不像在阿富汗 直接就抽抽走啊 他是一点一点的撤退 那么在我看来 实际上阿富汗跟伊拉克的美军是 美军整个部队当中 是最有这个实战经验的 那么他们的目标 还是要部署在中国周围 应该是东亚这个方向啊 因为这些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嘛 这是宝贵的财富啊 那么同样的 阿富汗呢 这个 这个巴基斯 阿富汗现在的这个局面是 土耳其在这里从蠢蠢欲动 土耳其也同时在干预中国这个新疆的这个问题 啊 在威胁习近平 哈尔多安啊 我们也看到了啊 那么 他是想在 我们武统的这个过程当中 或者跟美国的 被美国的极限施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想捞点好处啊 我说过土耳其呢 他是他的 他是这个 土耳其猪啊 基本上是言而无信的啊 大家这一点要明白啊 这是他的这个想法 那么在巴基斯坦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巴的这个中国的工程师 葛州巴的啊 水电工程师 遭受重大损失 这个爆爆炸案啊 一开始巴基斯坦说 是事故 但是现在又改口了 这就是一起恐怖袭击啊 好像是恐怖袭击啊 我看有有的这种啊 也自诩为这个政人阿富汗嘛 也在那边啊 说发就发帅说 哎呀就这样了 这个事就是这个爆 只不过是一个交通事故嘛 呃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哈 这个事情 你没有在战场上待过 你看 你就不要去瞎说 这就是一起爆炸事件 看到没有 老兵第一时间 我看我发现 每次有重大新闻出来 好像都是老兵第一时间出来 来来这个 做这个话题 同样的也是来定性 对事情对的情况 基本做一个判断哈 每次都都好像是我吧 我看之后 我看别的阿富汗 才陆陆续续的 在在在出节目哈 说一些哈 那 因为你那个车子一看 你车头都这样凹进去的 这就是外外力导致的 如果说是内部爆炸的话 它是那个那种啊 你去看 如果内燃的 或者是内爆的 它是从外往外喷喷散的 那怎么可能是 是 那个车头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一起爆炸事件 而且大家想想看啊 再有中国啊 这就是一起在路边的 常见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 所以我说这背后就是由印度 在这里导鬼 印度结合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在这里导鬼 而且现在印度也在中国周边 又发生了武装对峙了 他就想要在美国对你极限施压 对你想要武统台湾这个事情上面 他也想蠢蠢欲动 也干点什么事情 那么还有俄罗斯 俄罗斯 现在他在黑海那边 32国军舰涌入黑海 去替英国找面子 搞所谓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他那边也被牵制住了 但是他在太平洋这边 他也在搞军事训练 让整个六月份 南海的美军军机减少一半 牵制住美军 那在这里 俄罗斯也要告诉你北京 我的作用是什么 我的作用可以帮助你在武统台湾的时候 或者说跟美国对峙的时候 我的力量就是有这么大 你是不是要多买点我的石油啊 是不是我买我石油这个天然气 这个石油天然气价格 要是不是涨一涨啊 是不是有些项目 让我分一杯羹啊 土耳其也是这么想的 这几个区域的这几个大国 都是这么想 印度也是这么想的 是不是 在这边美国重点打南海盘 南海这个南海东盟国家 因为疫情崩盘 失业率飙升 破产率飙升 疫情控制不住 像越南把中国战争过去的疫苗 全部都自己打 在越的中国人是打不到 打不到这个疫苗的 那么再加上煽动南海 让这些国家民族主义 或者民粹主义抬头来返华 内蒙古又跟这个 外蒙古有一些这种 他妈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这种思想 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之间的周边安全形势 但是在我看来 也就是说美国想要我们乱 我们需要稳定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包括现在新疆香港的事情 都要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说如果说比仅说被美国来 这边台湾来这边找一下局 马上我们这边就很暴躁的 直接去干嘛 破坏自己的部署和其他的工作 我觉得这种冲动的劲 咱们还是别要的好 所以说很多人我看 昨天跟我留言说 政府无能 北京无能 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样说 其实不负责任 就像我刚才跟各位讲的 首先一个 我们不能因为外部这件事情 包括像台海 我们的内部这个事情 影响了我们大陆的这个全局 毕竟现在属于复工复产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阶段 我说过 中共首先得保证 14亿大陆人吃饱 吃香的喝辣的 像这些事情 我们是要去解决 也是在 按部就班的在进行当中了 军事演习搞得那么大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在这里面带这种风向 来这个对政府导致 就是所谓的美国人 讲中国人反中国人 打这种认知战 在网上分为两发这样进攻 那我们就中了他们的轨迹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现在很复杂 缅甸那个地方 现在局势还未稳定 基本上是稳定 但是还没有明朗 所以说现在 更加需要考验的是 中国的领导层的这个智慧 但是通过武统这件事情 我们也看清楚 哪些人是 哪些国家是 真正的敌人 哪些是朋友 内部有哪些是敌人 有哪些是这个 真正爱国的 一下子就看得出来 一下子就看得出来了 所以说从目前这个大 这个局面上来讲 美国确实是越来越 潜驴技穷了 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 损失大 一个季度 一个比一个季度 在溃半 所以说从总的 这个大的局面来讲 我们并没有说 被他搞得怎么样 相反的 很多领域 我们都在超过他 所以说现在这个 中国的这个周边局势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得耐心点 去等待一些事情的发生 但是这个事情 是绝对会发生的 但是昨天中国军方出来 中央电视台多频道 都在这个发表 军方的这个发言 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 这个态度就是在这里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变朗 小点赞订阅西股市 谢谢